欢迎回到面对关键人物 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 台湾三铁职业选手 也经常被称作三铁一姐的李小鱼 继续请小鱼跟我们分享 她是如何化不可能为可能 小鱼我们刚刚聊到 你在北海道26公里上面 在2013年你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成绩 可是实际上在那个之后 你出了车祸 但是为什么出了一场车祸 你还有办法在2014年 还可以拿到那么好的成绩呢 那个车祸是我北海道冠军之后 回到台湾在练习的时候 十月份骑脚踏车车就被摩托撞到 我想说真的是 因为前面花很多的时间在做训练 终于把自己稍微拉上来了 能够跟世界级的选手 能够稍微有更接近的一个实力 然后这样一撞下去真的是 我觉得都把我撞到谷底去了 因为当我缝好伤口的隔天 我第一天想到的事情就是 我要去骑车 因为我只是只有下巴受伤 但是因为是头部先左地 因为下巴嘛 所以之前的旧伤颈椎的地方又伤到 所以我那时候有三个月时间 大家他在叫我说 我说蛤 干嘛 我都只能用转的 然后我还是有保持去上课 虽然肿得很大 那我去上课的时候 学生就说 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 他们就说老叔 你去做下巴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出车 我说对 我去做林青霞的下巴 所以说虽然有一些小车祸 但是你还是 只要能够身体状况可以恢复 马上就就是继续训练锻炼自己 因为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动 其实不影响的话 其实你什么事情都还是可以做的 就好像我在国外 常常看到有那种 坐轮椅的 坐轮椅的那个朋友 或是说他脚上打石膏的 他跟正常人没有两样 就老外对受伤这件事情的 想法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台湾人的想法是 你应该不要动 在家里坐着 等他好 等他好 三个月 他就萎缩了 所以其实只要能够不影响伤口 他不会撕裂的状况下 我觉得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 我才会觉得 我只是这边受伤 然后只是不能游泳嘛 那我还是可以上课啊 那我还是可以骑车 那那段时间就只有跑步不行 因为震动的时候会痛 是 那你刚刚当然讲的轻松自在 不过实际上十七岁的时候 好像那次的车祸更加的严重 然后当时医生是宣布你 其实根本就是左半身就可能会这样瘫痪下去 那你当时怎么会有办法再恢复 让自己怎么样去自我训练 然后让自己真的从宣判你已经几乎是死刑 对运动选手来说已经是一个半叹的宣判 已经几乎是死刑的状态之下 你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恢复自己的体能呢 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只是一般的学生 我没有做任何的 从事任何的体育项目 那因为我很喜欢跑步 所以我下课后就是想说 那是过年的时候 我想说我想从新盈跑到嘉义 不知道多远 因为过年嘛你没有事做 所以我就在 我说灵气一动我去跑步好了 我就门一打开就开始往外跑 就跑跑跑 跑到白河的地方就被车子撞到了 那因为它是从后方撞击 就从腰椎颈椎 就受到拉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要躺三个月了 就真的不能动了 那期间 期间你当你一个人从正常 能够能跑轮跳到躺在那边的时候 当然负面思想会很多 但另外一方面来想 我觉得身体能够有感知 能够有痛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诶 它也能够会痛 有希望 对 那应该就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每天就是从能够起身到能够走路 当然是每一个动作都是伴随着疼痛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能够动起来 你的身体才能够有一个进步的空间 如果你一直躺着 其实大家记得你只要受伤 你只要一直躺着 你的身体的各方面的精神 它全部都是萎缩跟退化的 当时妈妈没有阻挡你吗 说都受伤了 干脆就好好休息就好了 我们家的教育 它不会去限制你去做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决定 那是你的决定 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 那你当你开始有点知觉 你就觉得说我要开始动 那你是怎么样恢复的呢 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只要受伤 他就会觉得说就自我放弃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 教给大家 其实我很幸运 我小时候在练游泳的时候 在五年级到国中这部分 我们这个游泳队教练 他我们这么小 他就灌输我们说 他就灌输我们那个 我后来去北体上课才知道 生理学 生理学的部分 他告诉我们身体 它是如果运作的 什么血小板什么什么 这类的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虽然我是读美术班 但是我对体育的东西 还是很有兴趣 所以我会去看附健的书 在我还没有收藏之前 我就要看这个书了 然后有关运动身体学方面的书籍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自己会知道 我只要身体它是有感觉的 它就是会恢复的 那在虽然会痛 但是你还是持续慢慢的去 恢复身体的柔软度 跟关节的一个角度 然后稍微去做一些活动 它都可以恢复的 慢慢慢慢的 对对对 它就属于在复健的里面 很多人都觉得复健 我应该要去医院 其实复健就是你一个身体的一个活动 你到哪里都可以做复健 包括在家里 包括在家里 需要做一些怎么样简单的动作呢 比如说你是颈椎受伤 对不对 那你需要做的是牵引 对不对 那你在家里没有牵引 牵引就是一个东西从上面 然后吊着你脖子 将你的脊椎稍微拉开 然后让你的骨骼之间 能够稍微松开一点点 那我们没有这器材 对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 关节的活动 让肌肉放松 放松 然后做一些活动 走路啊什么都可以 知道能够让你身体保持 保持一个活动的状态 它慢慢都会恢复的 那我们还是再回溯一下 就是说可能其实 运动在你生命当中的意义来讲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你觉得谁是启蒙你运动的重要人物 其实蛮有趣的 就小时候 小时候我妈妈也是 她去操场跑步 然后就走路带你去运动 然后我们小时候就 哦好啊 然后妈妈就开始跑了 然后我就在后面跟 我居然跟不上 妈妈很爱跑步 嗯 我妈妈打羽毛球跟跑步 那跑步是她的热身 然后就 蛤我居然跟不上 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三年级吧 后来我就开始 诶 那时候不知道这个叫做跑步 我就觉得 这件事情好有趣哦 我总会跑出我妈妈 后来我就开始 诶自己去跑 慢慢就对这件事情有兴趣了 那四年级的时候 做 学校做体育课 做第一次的测验 跑步测验 我记得那时候是六十公尺 因为四年级而已 那我一跑出去 居然比男生都还要快 蛤 这么厉害 我那时候才发现 诶 我好像 在某些方面 有特别的 有特别的这个能力 那因为我小时候是不讲话的 我从一年级 二年级三年级 我都不讲话 因为我觉得 上课就上课啊 为什么大家这么爱聊天 就老师都觉得 这小朋友是不是有自闭症啊 可是从那次测验之后 小朋友都好爱找我讲话 他们觉得你是英雄 好厉害喔 下课你要不要去跑步 你要不要去干嘛 就突然 就跟同学有交集了 那跑步之外 好像也有被分进游泳队吗 还是 没有游泳队是 是我的姐姐她先进游泳队 那我看她去 她有时候都可以去 比如说她去彰化啦 去哪里去哪里 那我们小时候能够在台湾这样 哇去别的縣市 好棒喔 你为什么可以去 因为游泳队的比赛 所以她可以去各个縣市玩 那我就觉得我也要去 就从那个时候加入游泳队 那当时是五年级的时候 你当时提到说你车祸的那个时候啊 曾经本来其实你美术也不错 其实也可以去念美术班的 可是后来是 也是因为什么样的应援机会 让你最后进了这个体育学院呢 我本来就在美术班 国中在美术班 高中在美工科 那因为车祸之后 就 就休息很长的时间 那时候你要考联考 其实也来不及了 我们其实在联考之前 我们就已经 去各个学校做考试 都没有考上 然后又刚好车祸 那那个时候本来想说 那我可能是要花一年的时间去补习班 去重修 去做一些补习之类的 再思考这个问题 那时候的人 我已经在台北了 那我姐姐也在台北 她叫我去 叫我去考北体试试看 那我就去考了 我其实题目我都没有看 我就直接写答案 然后再考一个素科 素科就游泳 没问题 那时候就考 对那考五十公尺 她游泳就跟骑甲车一样 你只要会了 你就不会忘了 然后就考上了 除了小鱼自己本身 非常努力 而且很乐观之外 那其实生命中也有些重要的人物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对 我们制作单位特别准备了一段小访问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在你自己可以的情况下努力去做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还是你的身体 虽然你一直认为说身体一定要去训练 训练就会有结果 我们当教练当然也知道这一个重点 但是就是适时的还是要让自己懂得好好的放松 然后量力而为 加油 其实这几年这样一路走来 是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的起起伏伏 那当然有时候看到你很艰辛的在完成比赛 做训练等等或者是遇到一些低潮 心里还是会觉得很不舍 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身上我也看到了 一个很坚韧的信念跟意志力 而且还有对生命的热情 我觉得那样子的热情也感动我 那我相信它也可以感动很多人 然后我也希望你就是继续的努力 但是有什么任何的状况啊什么的都告诉我们 我们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 加油 小语不好意思 因为你知道之前他们其实就是看到这段访问 他们是在幕后一直很挺你的人 两个人对不对 对这三年这三年时间很辛苦 还好就是有姐姐跟导演在背后支持 不然真的靠一个人的信念 真的有时候走不下去 不会我们相信一定可以做到的 那我们看到小鱼带着亲人满满的祝福 我们看到了其实小鱼她是选择不放弃 然后展现了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下段节目我们继续来了解体育学院毕业的小鱼 她走上职业选择这条路究竟好不好走 稍待会请继续锁定 你轰了吗 那我总得让生活出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吧 那我说东西整理好大概清晨吧 我就说我要去环岛 其实台湾很漂亮 花练台东真的很漂亮 我都忘记那公里做这件事情 那我就到困国去里 然后骑完那40公里觉得 嗯 应该没问题的